-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宜輝,歡迎收看時間作手 - 就同跟各位分享一樣,不管坐票也好,坐騎者也好,其實都可以很簡單,但是一定要有領先而且可以實戰新技術 - 就用在節目當中跟各位分享的,他們擁有新金流觀念的同時,不用再像過去一樣死爆活爆 - 也不會像過去一樣有滿手踏勞股票遺憾,只要跟著新金流觀念 - 用最踏舌的方式,一步步做下來,很自然的就可以創造出比標跟標獲利 - 但是,很多朋友股票一直做很辛苦,到底原因出在哪裡? - 在操作股票過程當中,常會遇到很多致命的關鍵 - 包括股票套勞不會去停損,常常讓自己的股票會越套越深 - 股票總是會包上包下,資金的運用沒有效率 - 而持股過於翻山的結果到最後會非常難管理 - 更重要的,會多不會空,行情只能做一半 - 所以每次當行情下跌的時候,只能註定套勞或是賠錢 - 進出沒有證據,所以只能用猜的 - 甚至呢,買賣點才會慢的半拍 - 讓自己的風險會多出更多來 - 因此呢,我們可以一起好想一下 - 什麼樣的操作才對我們最有幫助的操作 - 在資金效率部分,能不能去主動集結創造獲利 - 讓自己的資金活潛,還是總是像過去一樣 - 就是消解死爆爆手上的股票,一直要等它上漲 - 最後資金常會變成一攤死損 - 在風險控管的部分 - 你們在風險出現第一個時間點 - 直接控管在最小範圍之內 - 還總像過去一樣 - 就是任由虧損持續不斷擴大,不去理它 - 最後不知道該怎麼收拾才好 - 在進出歸後的部分 - 我們在進場之前,很明確先把進場,停損,停利 - 上交位一次都先把它規劃好 - 還像過去一樣,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 完全沒有任何規劃 - 所以我們一起好想一下 - 什麼樣的操作才對我們最有幫助的操作 - 也就是我們在節目當中,才跟各位分享的 - 當操作一旦陷入被動 - 行情出現變化,同時會很容易套牢 - 而一旦套牢之後,常常會演變成越套越深 - 最後很難翻身 - 相反的,如果操作有先前的規劃 - 有完整的規劃 - 不管行情怎麼樣變化 - 財富一樣可以快速的移起來 - 完全不會受行情影響 - 而跟著做手系統去做 - 當然,我就是要想盡辦法讓各位的資金活起來 - 而不是在躺在那個地方變成一攤十損 - 而這個系統呢 - 百分之百是我自己原創的 - 包括城市的部分 - 也是我一個人獨立完成 - 完全不需要委託外面工程師 - 這市場當中 - 其他軟體 - 絕對做不到的 - 而在進場之前呢 - 可以立行卻顯示進場 - 停損、停利 - 上加位一次的各位 - 我見賺最好賺的 - 因為資金效率才高 - 就是因為操作有把握 - 所以每一筆代進出一定都是百分之金 - 多況能雙向 - 獲利自然就會加倍 - 就同一說 - 眼鏡平的事實 - 也就同每天我在節目當中 -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樣的 - 跟著新金融關係做 - 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 - 一檔股票就夠了 - 而且每一筆代進出一定都是百分之金 - 一定是百分之金買一檔 - 一定要百分之金賣掉一檔之後 - 差錢換下一檔不是嗎 - 就是要用最踏實的方式 - 以一步步做下來 - 從3月6號到今天 - 一個月的時間 - 你一百萬透過金流力量 - 已經幫自己創出一百九十六萬的利潤了 - 那你一千萬呢 - 透過金流力量 - 也幫自己創出一千九百六十萬的利潤 - 但是 - 再回過頭想一次 - 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 你如果還像過去死報活報的方式做股票 - 甚至呢還在用不能實在軟體幫自己超股票 - 到底幫自己創出多少的報酬 - 因此呢 - 就在節目當中 - 才會跟各位分享的 - 當過去有條路 - 如果一路走來 - 都走得很辛苦 - 也走不上的時候 - 此此刻 - 就該花一條路 - 換個方法走的時候了 - 就同每天 - 我在節目當中 -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樣的 -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喔 -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 在3月27號這一天 - 這樣股票一百萬 - 賺了十萬 - 系統告訴我們金 - 賺完最好賺一段 - 先把賺到錢 - 發一口袋 - 接著換股之下報酬 - 27號這一天 - 系統告訴我們 - 再把自己 - 轉買大學光這張票 - 賺他最好賺一段 - 一起來看 - 好事到底有沒有 - 接連不斷的發生 - 27號 - 也就在這一天喔 - 系統告訴我們錢幫他賺錢 - 發一口袋 - 再把資金 - 轉買大學光這張票 - 賺他最好賺一段 - 黑線 - 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 再一次的 - 坐在較上面的免談 - 短短的三到四天 - 你的一百萬 - 不是也幫自己穿出 - 十五點七萬的利潤嗎 - 好事不是這麼再次的發生嗎 - 而這張股票 - 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 一樣 - 堅持賺他最好賺一段 - 就同你所看到的 - 在三十號這一天 - 這樣股票一百萬 - 賺了十五點七萬 - 系統告訴我們錢 - 賺完最好賺一段 - 所以紅棒創新高 - 一樣最好的賣點 - 不要懷疑也不要捨不得賣 -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 大家當股票 - 賺完最好賺一段 - 你如果沒有做手系統 - 你不知道賣 - 你捨不得賣 - 報最後會像過去一樣 - 一樣的 - 報上報下 - 會浪費了很多時間 - 但是 - 當牛油 - 心肌牛管理 - 賺錢速度 - 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 我們可以一起看下去 - 就同你所看到的 - 在三十號這一天 - 這樣股票一百萬 - 賺了十五點七萬 - 系統告訴我們錢 - 賺完最好賺一段 - 先把賺到錢發口袋 - 接著換股再報酬 - 問題是 - 三十號這一天 - 我們該把資金 - 再換到什麼樣的股票身上 - 很簡單 - 全部交給做手系統 - 我們只是把時光回溯 - 回到三十號這一天 - 很簡單的按 - 一鍵選股多 - 一樣資金選股 - 三秒鐘時間 - 系統告訴我們 - 再把資金轉買經營生這樣票 - 賺他最好賺一段 - 一起來看 - 好事到底有沒有 - 接連不斷的發生 - 三十號也就在這一天 - 系統告訴我們錢 - 賺了錢發口袋 - 再把資金轉買經營生這樣票 - 賺他最好賺一段 - K線 - 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 再一次的坐在較上面的別人好 - 短短的三到四天 - 你的一百萬 - 不是也幫自己創出 - 二十三點九萬的利落嗎 - 好事不是這麼再次的發生嗎 - 所以呢 - 這樣的票 - 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 一樣 - 堅持賺他 - 最好賺一段 -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 在四月七號這一天 - 這樣的票一百萬 - 賺了二十三點九萬 - 系統告訴我們金 - 賺完最好賺一段 - 所以天空開高 - 創新高 - 一樣最好的賣點 - 不要懷疑 - 也不要捨不得賣 - 再一次 -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 代表那股票 - 賺完最好賺一段 - 你如果沒有做手系統 - 你不知道賣 - 你捨不得賣 - 報到最後會像過去一樣的 - 一樣的 - 報上報下 - 要浪費了三天時間 - 膽子 - 當年有新金的觀念 - 賺錢速度 - 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 我們可以一起看下去 - 就同你所看到的 - 在四月七號這一點 - 這樣票一百萬 - 賺了二十三點九萬 - 系統告訴我們金 - 賺完最好賺一段 - 先把賺到錢 - 發一口袋 - 接著換股加報酬 - 問題是 - 四月七號這一天 - 應該把資金 - 再換到什麼樣的觀念身上 - 還是一樣 - 交給做手系統 - 我們只是把時光回溯 - 回到四月七號這一天 - 操作可以非常簡單 - 明確易懂 - 很簡單的按 - 一鍵旋骨多 - 一樣是資金選股 - 三秒鐘的時間 - 系統告訴我們 - 再把資金 - 轉買達邦彈這項票 - 賺它最好賺一段 - 一起來看 - 好事到底有沒有 - 接連不但發生 - 四月七號 - 也就在這一天 - 系統告訴我們錢 - 賺錢發一口袋 - 再把資金 - 轉買達邦彈這項票 - 要賺它最好賺一段 - K線 - 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 再一次的 - 當然也不是例外 - 一樣 - 堅持賺它最好賺一段 - 就同你所看到的 - 在四月十號這一點 - 這樣股票一百萬賺了十萬 - 系統告訴我們錢 - 賺完最好賺一段 - 所以紅棒創新高 - 一樣最好的賣點 - 不要懷疑也不要捨不賣 - 再一次 -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 代量股票 - 賺完最好賺一段 - 你如果沒有做手系統 - 你比較要賣 - 你捨不賣 - 到最後會像過去一樣 - 一樣的 - 抱上抱下 - 要浪費了兩天的時間 - 膽子 - 當牛油心經有觀念 - 賺錢速度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 我們可以一起看下去 - 就同你所看到的 - 在四月十號這一天 - 將股票一百萬賺了十萬 - 系統告訴我們錢 - 賺完最好賺一段 - 先把賺到錢 - 發一口袋 - 接著換股價報酬 - 問題是 - 十號這一天 - 我們該把資金再換到什麼樣本身上 - 還是一樣 - 交給做手系統 - 我們只把時光回溯 - 回到十號這一天 - 操作可以非常簡單明確易懂 - 很簡單的按 - 一件選股多 - 一樣是資金選股 - 三秒鐘的時間 - 系統告訴我們 - 再把資金轉買 - 漸通這項票 - 賺它最好賺了一段 - 一起來看 - 好事到底有沒有接連不斷發生 - 十號也就在這一天 - 系統告訴我們其他方賺錢 - 發一口袋 - 再把資金轉買 - 漸通這項票 - 賺它最好賺了一段 - K線 - 不是這麼再次發生嗎 - 也就在節目當中 - 該跟各位分享的 - 五個金流而已 - 事實上 - 從三月四號到今天 - 十個交易的時間 - 年一百萬透過新金流觀念 - 已經幫自己創出69萬利潤了 - 而年一千萬呢 - 已經幫自己創出690萬利潤了 - 但是到今天 - 還是用過去死暴活暴的方式做股票嗎 - 還是用過去不能實在軟體幫自己炒股票嗎 - 很多投票在市場當中都會很想要知道 - 如果用最短時間可以幫助自己把資金做翻倍 - 事實上在市場當中要做到最短時間翻倍並不難 - 但做法一定要跟過去完全不同 - 所以呢 - 所有操作一定要完全做到 - 敢賣敢賣敢換股 - 因此所有資金一定是百分的資金 - 集中操作單單股票 - 不能像老派投資官的一樣 - 就是分皮加碼分散各股 - 而每一檔股票一定要堅持賺最好賺這一段 - 也不會像老派投資官的一樣 - 就是死包包一直要等著股票上漲 - 更重要的 - 一定要領先市場最好賺買賣點 - 也不能像過去一樣 - 堅持過時機才會慢的半拍 - 而跟著做手系統去做事實上很簡單 - 所有操作一定是百分的資金 - 集中操作單單股票 - 加上嚴格風險控管跟領先市場買賣點 - 才有辦法幫助各位把財富快速雷一起來 - 很多投資朋友為什麼股票會做很辛苦 - 其實原因非常的簡單 - 當一檔股票沒有辦法掌握住最好賺買點的同時 - 會像過去一樣 - 就是要買在前面等它上漲 - 可是一等不知道等多久 - 那就是等到大漲一段之後 - 再匆匆忙忙幫別人抬轎 - 而追價結果你所承擔的風險當然會非常的高 - 而跟著做手系統事實上非常簡單 - 我們要掌握的就只有一個買點 - 就是一個階段當中最好賺的買點 - 就從這檔股票在這一天 - 你有做手系統的同時 - 我們所有會員都會看到同一個事實 - 周線多、日線低跟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 這一天就會是這個階段以來最好賺買點 - 而且是唯一買點 - 既然在這麼簡單明確情況之下 - 當然就是百般的資金買街 - 那好事很讚發生 - 而我在節目當中 - 從來不會跟各位特別強調的股票 - 其實原因非常簡單 - 因為當沒有賺錢辦法同時 - 每一檔股票都會來幫我們賺錢 - 而股票永遠只是幫我們賺錢的一個工具而已 - 所以不需要跟它抱在一起 - 尤其當它沒有辦法幫各位持續創造忽略的同時 - 抱著它就會失去了幫它的意義 - 甚至會越抱會套越深 - 相同的我們可以在一檔股票 - 每一檔股票都是一樣的觀念 - 也就同你所看到的 - 這檔股票在這一天 - 當你有做手系統的同時 - 我們所有會員都看到同一個事實 - 周線多、日線低跟紅色曲線出來的時候 - 這一天不用懷疑 - 也是一樣是這個階段整理結束之後 - 最好賺買點 - 而且是唯一買點 - 在這麼簡單明確的情況之下 - 當然就完全不需要考慮了 - 一定就是百分之幾買進 - 那好事很讚發生 - 所以呢為什麼要買的最好賺買點 - 事實上很簡單 - 我們在買進之後 - 要在最短時間之內 - 要把獲利實現出來 - 不是像過去老派投資官的一樣 - 就是要等 - 然後呢 - 要不然就是追價 - 也就同我跟各位分享的 - 當你跟著作手系統去做的同時 - 完全新會員不用幫獲利會員談掉 - 這一點非常重要 - 很多過去老派投資觀念 - 總是會告訴各位 - 強調一檔股票的好 - 可是一檔股票好 - 買的位置不對 - 然後一路追上去的結果是 - 誰會是最後一隻老鼠 - 所以很多投資朋友 - 常會有一個不好的一個經驗 - 就太過於強調股票 - 所以追價的結果 - 當行情一震盪 - 而就開始套牢 - 而套牢之後 - 常常就是越套越深 - 單子跟作手系統去做很簡單 - 我們強調不是股票 - 而是一個賺錢辦法 - 再開一檔股票 - 所以就同我跟各位分享的 - 當你有作手系統的同時 - 你掌握出賺錢的辦法 - 而當你有賺錢的辦法的同時 - 每一檔股票都會來幫我們賺錢 - 這檔股票在這一天 - 當你有作手系統的同時 - 我們所有會員都看到同樣的事實 - 周線多、日線低跟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 這一天一樣是這個階段以來 - 最好賺買點 - 而且是唯一買點 - 在這麼簡單明確的情況之下 - 還是一樣不需要猜 - 就是百分之幾買進 - 讓好事很讚發生 - 也就是我在節目當中 - 會跟各位分享的 - 當沒有賺錢辦法的同時 - 每一天都會有賺錢的機會 - 而不是苦等的一檔股票要上漲 - 這樣的操作就會變得非常沒有效率 - 相反的 當你有作手系統的同時 - 昨天有沒有賺錢的機會 - 有 而且是一個安全的賺錢機會 - 不需要幫別人抬交的機會 - 也就同你所看到的 - 這一段股票在昨天 - 當你有作手系統的同時 - 我們所有會員同樣看到一個事實 - 周線多、日線低跟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 這一天一樣是這個階段以來 - 最好賺買點 - 而且是唯一買點 - 還是一樣 - 百分之幾買進 - 讓好事很讚發生 - 所以就同在節目當中 - 會跟各位分享的 - 操作過程當中 - 會賺錢 - 手上一次一檔股票一個點位就夠了 - 我永遠只相信一件事情 - 我永遠只相信 - 只有客戶獲利的口碑 - 才最好行銷 - 其他都是多餘的 - 但是 - 想要跟著 - 新經濟的觀念 - 創造出比標跟標獲利 - 事實上並不難 - 你現在欠缺的只是一個 - 親身體會 - 領先實戰心機說機會而已 - 我們修一下 - 等一下再回到現場 - 您需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 您需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 啟發頭部幫您啟動制勝的關鍵 - 發現財富的鑰匙 -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 您需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 您需要积極的創造獲利 - 啟發頭部幫您啟動制勝的關鍵 - 發現財富的鑰匙 -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 自己推現 - 您需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 您需要积極的創造獲利 - 您需要积極的創造獲利 - 啟發頭部幫您啟動制勝的關鍵 - 查献財富的鑰匙 -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各位投资伴们,欢迎回到现场 丢头跟各位分享一样 当没有坐手系统去坐骑者的同时 正如一口单百分百当中完完全全没有流畅压力 我们可以让好事每天都会发生 就从这个地方的结果一定是一口单赚赔加总结果 就同你所看到的 台子03一个又过去了,赠这么多,负这么多 赠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赠1857点 04呢15天过去了,赠这么多,负这么多 赠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赠1314点 当然今天跟着系统去做,好事一样再次发生 今天跟着系统去做,你会做两笔对两笔 一口单可以赠116点 但是,很多的朋友过去指数为什么做得很辛苦 事实上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在操作指数的过程当中,常会遇到很多致命关键 包括一段盘整盘,常会被多空双杀 市价追单有非常严重的滑掉问题 而进场之前没有办法先把停损,停力先规划好 所以操作上面才会慢的半拍 加上所使用的软体买卖点虚弹会消失 还有太多参数、模组、周期不确定的情况之下 做起来当然会非常辛苦 而跟着做手系统去做,当然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因此呢,在进场当下 系统就可以立即不确显示进场停损停力 上交位一次的各位 周期固定十分线做当冲 全数定价百分之百,不要滑掉问题 每一天每一笔,我都跟各位对价对时 赚的赔的,会全部跟各位分享 没有参数可以设 这个模组,简单明确,全部分可以拆 就同你所看到的 今天跟着系统去做 你会注两笔,对两笔 一口当冲呢,可以占116点 那相同的,我们还是看一下今天每一笔加讯号 这第一笔加讯号在8.55分的时候 也就在这个位置 是一个延续盘不同步,反向做这个讯号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系统 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一样 这个是昨天的左右跟K线 本来在灰色现象 而这些低跟K线,也在灰色现象 那昨天空,今天也是空 本来是空放延续盘 但是我说过,8.55分一定要看一下 上下颜色,颜色不一样就是要 倒过头来做 所以收盘收定,我们必须收收盘价 也就是15858去做多 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 现在跟K线最低来到哪里? 最低来到15838 所以定价百分之百,全部穿成交 但是,绝对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来到 系统中半个月规划的压力区 一口单正88点,记得K8發一口单 再等今天第二机会 而今天有没有第二机会 有在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趋势盘同步做控讯号 还是一样,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系统一起来 就同你所看到的 当行情找到这个位置 本来在灰色线上,变到灰色线下 线上变线下转折 线下是绿色,所以同步做空 所以一样是设收盘价 15931去放空 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 现在跟K线最高来到哪里? 来到931 所以点价一样是可以成交的 但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来到 系统中半个月规划的支撑区 一口单正28点 记得再把它发一口单 就等我在节目当中 才可以跟各位分享的 当没有拥有领先实战新技术的同时 好事自然每天都会发生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本投资公司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Gl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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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ade